這個委員我聽不太了解 因為我們針對這個藥 OPI這個822測試的這個解盲的這個藥 浩鼎在解盲是用舊藥在做解盲 可是我們所有的鄉親都以為是我們院長 你所發明的這個新藥來做解盲 所以大家對你很有信心 所以大量的在買股票 不是 那個不是中藥研究院的東西 可是現在你是有負責後段 後段這部分的藥 你有做一些研究嗎 所以說在後段的新藥 你就有 所以浩鼎卻沒有把這樣事情說明白 很清楚 所以大家就造成這個誤解 我記得他們是有講 但是一般民眾好像不了解 不了解 不了解這個前段後段 就要新藥的問題嗎 他們很早就有講這個是從MSKCC計轉 從Optima計轉來的 所以就是有很多的場合 不曉得是浩鼎還是誰 就放了很多給媒體這些利多啊 大家就買了這個很多這個股票 那結果解盲又失敗 這個失敗 那可是我們看到浩鼎 他的大股東啊好像對他自己公司沒有信心啊 知道這個解盲會失敗啊 趕快的股票一張一張的賣 那他們又是主管 又是大股東 所以金管會會追蹤著 你大股東賣股票 張數不能超過十張 他就九張九張的這樣子賣 就是這個逃避了金管會的一種追查 所以在這件事情上 院長我想請教你 張戀慈用這樣子的釋放這個不正確的消息利多給媒體 造成這個解盲失敗 你會不會感覺到 你被這個張戀慈給利用了 幫這個浩鼎做背書 我想他不會利用我啦 因為我跟他 可是外界就誤會啦 這個是我們 翁院長你所發明的新藥 那一個我是覺得可能外界誤解 不過解盲的結果的解讀 我一直沒有用失敗這兩個字 因為那個新聞稿寫的也沒有寫失敗 他只是說你如果用傳統的像化療那種藥物來看的話 是沒有達標 達標的意思就是 假如你把疫苗當傳統藥物 就是沒有達到那個標的 但是你如果用疫苗 疫苗就是達到人體產生抗體 他如果用疫苗的角度來看 他如果產生抗體的話 這個是有療效的 所以他解釋是這樣子 那外面的解讀就很多很多嘛 所以才會問到我這裡來 那我只是從專業的角度 從科學的角度 我覺得我有責任把這個釐清 我那個態度是很 這一定要釐清啦 對啦 對 外界會誤以為是我們院長發明的 大家來投資 不是 那個不是我發明的 所以現在被他們解盲失敗之後 現在所有的又利用外資來做一些借鑒 這種放空這種投資 這樣子真的是 讓翁院長你的聲譽啊 受到很大的影響 這個很不幸 假如是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很遺憾 那問題是 誤會當中 又有您在賣股票的事情發生 所以就會連貫在一起啊 是 那你又替你的女兒 交代業務員幫你賣股票 只賣了這個10張 但是這個10張當中 有沒有借名字 在做賣股票的情形 幫大股賣股票的情形 沒有啦沒有 那個是我女兒的股票 都只有是他的 沒有別人借他的名字 沒有沒有沒有 怎麼借啊 那我要問你要怎麼借啊 我們就不知道才要問你啊 怎麼能夠借 要怎麼借啊 這就是你們私下的事情了 所以才要你講清楚耶 所以我們今天 大家都很多的疑問啊 所以才是 是期盼你趕快回來 給大家解決這些 很多的疑惑的地方 你如果是清白的話 你要講得更清楚 那很多的問題 相信這段時間來 不管是報章媒體 或者很多的消息 都傳到你那邊去 一定告訴你 大家質疑的地方在哪裡 所以一一的講清楚 才能夠親者之親 我幫他賣股票是 是18號啦 但是我 這個是時間點嗎 太歸巧了 但是我知道解盲的結果 是21號 21號才知道 並不是說已經知道解盲 成功或失敗 我才去賣那個股票 所以這個浩鼎的董事長 也太厲害了 都會利用這些大咖 來做一些操作 那最主要 就是因為有他們的主管 所以事先知道結果 而先逃跑 把股票一張張的這樣賣掉 才會造成大家疑惑更多 這個我不相信 因為這個是多國的臨床試驗 這個假如出問題 其他國家也出問題 可是很特別啊 就是因為我們中研院 都是我們政府 編連將近百億的預算 來做一些技術的研發 但是我們的技轉 對象好像都有特定對象 那有些民間團體 一些有公司 他們沒有這雄厚的資金 但是我們政府的技轉 卻有指定這種的對象 院長你要不要說明 為什麼這件事我要給浩鼎 我想那個技轉的流程是公開的 那個都要公告 那公告然後再來技轉 那我們考量的當然是由管委會來評量 那評量它是不是真的有這種能力去發展 它的研發團隊強不強 它的資本是不是真正能夠發展這個 目的是希望它發展成功 然後給國家帶來利益 這個成功的話當然依照科技的 分配主要是60%是政府 40%是發明人這樣子 所以那個都是為了國家生技的發展 的出發點來做 所以我們台灣的生技產業 是大家要努力的來提升的 那就是藉由我們中研院 但是我們中研院 對這技術轉移這方面 真的是要嚴格的來審查 尤其這個特定的 現在目前都是有特定的 沒有其他廠商 未來的我們的準總統也是 要發展我們的生技產業 但是我們希望這個廠商 一定要嚴格來審查 不能固定那幾家的特定廠商 這個我們會非常留意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呂委員 謝謝 接下來請孔文吉委員 孔文吉委員 孔文吉委員 不在 接下來請張宏露委員 張宏露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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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接下來請王定宇委員 質詢 謝謝主席 麻煩翁院長 請翁院長 王定宏露委員 王定宏露委員 院長你現在身體好一點了吧 還好 還好啦 這個 質詢的時間很長 不過我現在想想 先問 我有幾些問題 簡單把它釐清一下 第一個 這個 這個Ascol 美國腫瘤醫學會 大概是六月份要舉行 對 那這個OBI822解盲 現在要到那邊做口頭報告 你們 據這個浩嶺說 這個是最高等級的報告 你本人是不是還要擔任 OBI822這個 去Ascol報告的報告人 我不會報告 你不會去報告 因為那個是臨床的事情 OK 但是呢 我被邀請 在科學的那個 擔任主席 所以你會參加這個會 對 會參加會 但是跟 跟這一個 OBI822解盲的這個報告 無關 也是有關 就是 因為822這個結果 被當作是一個突破性的結果 所以他們在 科學上 覺得 是一個新的方向 所以在科學的研究是希望我去 院長因為我時間有限 我現在理解就是說 你去Ascol 因為美國腫瘤醫學會 是全世界 最高等級的 對 那他發表的paper也好 口頭報告是相當有分量的 對 所以你去參加Ascol 你在那邊主持或參與 本身跟OBI822解盲這個事情 是有因果關係還是沒有 有關係的 是有關係的 科學上是有關係 科學上是有關係 那你會不會擔心 被台灣的檢調限制出境 不能參加這個會 對 這個我不能夠去預測 對 有沒有這樣擔心 因為6月之前 6月很快就到了 5月 我5月還要到英國黃家化學會 給一系列的演講 所以目前檢調也沒有跟你們有任何接觸嗎 沒有 都沒有任何接觸 因為你不管到英國的 不管他們的這個國家科學會 或者是要參加Ascol 這都是國際的大事情 對 你目前的身份還是 中華民國最高的科技的總顧問 我們的中研院院長 對 所以你的出席與否 或者不能出席的原因 知識體大 所以 如果檢方 因為現在檢方做了很多動作 有的是號頂的 有的跟你沒關係 你有沒有打算主動去找檢方做說明 免得等到要接近去參加Ascol的時間 鄉鄉要跟你調 要不然調你來 又因為調你來根本也不見得有什麼事證 但是你如果不能去 這個是國家很大的disgrace 所以 我現在要請問你 有沒有打算 提早主動的 乾脆去找 看他想了解什麼 主動說明清楚 免得到了 6月份 或者你5月份要出國的前課 前夕 他做了一些什麼動作出來 這樣反而對國家會傷害 有沒有這樣打算 這個我也不知道怎麼主動 這可能我要 請教律師 本席這個建議你就是說 如果躺蛋當沒有問題的話 檢調有時候只是要了解 可是他進度進程跟你想的不一樣 你要去他也不見會讓你講 可以主動去 但是如果透過律師他了解說 你需要了解 我可以先來跟你說明 免得你要出國 不管是去英國 或者去參加美國總流醫學會 他只是為了訓問你 把你限制 暫時把你調來的話 你會遇到很麻煩的事情 這個因為限制國家利益 我要提醒你齁 另外OBI822跟中研院的授權有沒有關係 沒有 所以解盲的這個OBI822不是中研院的 不是中研院的 我看到資料他是來自於 Memory of Sloan Kettering 這個癌症中心的授權 授權給Optima OK 然後Optima 他因為股權移轉 所以就整個下來 Optima授權給耗 他授權多久了 那個大概兩 我記得是2000年左右 所以OBI822這個 是從Optima來的 對 從Optima下來 所以他裡面的 不管是技術與移轉 或將來的獲利的百分比 跟中研院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完全沒有關係 但是有 將來假如真的變成產品 他的量產是會有關係 因為我們後來有 他量產牽到你那個 那個發酵的大量製造的方式 但疫苗的本身的技術 跟中研院無關 沒有關係 而且Optima釋放出來 那一些股票 給大家買的 就是822 是針對822 不是中研院 另外還有一個叫OBI833 那個是我們發明的 那個是中研院技術 移轉給耗鼎去開發的 對 那個是改良 所以我假設一個狀況 現在解盲出來的結果 是針對833 我說假設 假設是針對833 解盲結果出來了 你能不能針對833發表談話 我不會 不是 是嚇到以後再也不會了 還是說本來就不開 不是不是 因為那個牽涉到我自己的利益了 所以OBI833 因為是中研院技術給耗鼎的 對 假設一個狀況 他現在解盲不管成敗 你可不可以對他裡面發表任何的知識片語的評論 不行 那822有沒有這個問題 822我從科學的角度可以評論 你可以評論 因為他已經公佈了 我們中研院裡面有沒有哪個單位在管你們應該跟不應該 還是靠自律 這個common sense 你現在就因為common sense被打了滿頭包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對 也許這是個common sense 但現在狀況下就是 822是美國這邊授權的 對 822的解盲跟中研院也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所以你就科學家角度可不可以去評論他 這是一件事情 833是中研院授權的 他的解盲成敗 你在業務上可能要跟我們這邊做說明 但你不能去做他的評論 對 所以這一條界線 是在中研院是靠自律 靠院士自律 還是我們在裡面有個類似倫理委員會這樣去講說 這個東西可以或不可以 我們有沒有這個機制在控制這個東西 我想我們的那個利益迴避什麼 都有講到這一些啦 只不過研究員是不是非常清楚 這個我不知道 因為每個人自律的標準不一樣 對 就像那個李遠哲院長說 希望大家不要講出來 出來講他 就算要跳河也沒辦法 就我的意思說 有沒有一個制度去告訴大家 這個可以這個不可以 目前看起來好像沒有 我覺得是有 我覺得是有 因為從科學的角度 你已經公開了訊息 你當然可以評論 假如他還沒有公開 我們還是 我在這邊真的建議中研院 針對這類似倫理的或者我們講的利益迴避的部分 要有一個機制 因為每個院士有的學人文的有的學考古的有的學光電的 不見得每個專注在科學研究的人了解世界的法則怎麼運轉的 要有一個這樣的機制去做規範 否則 科學家有時候是因為太 naive 太天真的 不知道 踩到了法網 我們不希望有這個事情 可惡的就抓來辦 但是因為不知道或者沒有一個制度的設計 這一個這麼高的中央研究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這個是大事情 我最後幾秒幾十秒的時間我要請教翁院長 股票交易我猜你大概不了解股票怎麼買賣 我不知道 總之你賣了10張嘛 你幫你女兒賣了10張 可是這裡面有7700多張的借單 這裡面在解盲前有一個高峰 在大家開始討論質疑你的問題的時候 又有一個高峰 有兩波數據 你從美國回到台灣目前為止 你有沒有試圖去瞭解 因為你的10張跟那個7700張比起來 真的是小咖咖 浩鼎或者周邊這些相關的人 不管是你的朋友鷹眼梁 抱歉 再就一分鐘就好 鷹眼梁或者張念慈 或者是相關的人 在這整個借單 或者兩波的突嬰過程 有沒有人做了不該做的事情 這我不知道 你有沒有試著去瞭解 我也沒有辦法瞭解 因為你的10張看起來好像是整個事件的 一個擋土牆放在外面 這10張包裝了後面的7700多張 這10張包含對把OBI822跟833刻意的混淆 它造成了股票價值的波動 而這個波動當中 兩個波段 不管是解盲前 或者是開始發動 對你的檢驗或調查的當中 有兩波 這個部分 你如果都不清楚的話 我覺得你應該去試圖了解一下 借單從哪裡來的 謝謝你的時間 謝謝 好 謝謝王委員 接下來請林德福委員質詢 林德福委員 林德福委員不在 接下來請鄭麗君委員質詢 主席大家好 麻煩請院長 好 請翁院長 院長好 院長 教委會對您一向非常的敬重 但我也很遺憾 在您任內最後這一年發生了號頂事件 那從發生到現在到您今天的公開信 這裡面有四個道歉 您為晚回國道歉 您為第一時間承認女兒持股道歉 您對解盲結果談話道歉 您對中研院名譽造成負面影響道歉 本席認為您應該要道歉 那因為這件事情影響了 讓社會對院長您的誠信的原則 這個有保留 那麼院長身份是一個公器 不是你個人的職務 這個公器如何使用 您的發言 這個造成大家 對於這個股市交易的護盤 產生這樣的一個懷疑 那麼您不在這段時間 中研院也沒有辦法第一時間 跟社會來說明 造成對中研院的這樣的一個公信力的 一個